大概就是把一些比較重要的文字與資料函數稍作說明 並且做了這個練習 把它串接起來 串接應該還有印象 IEP加L1N 所以我們快速的把上個禮拜的複習一下 第一個 這邊的話呢就是等於什麼 等於09 那09一定是個文字所以前後一定要加雙以號 AND什麼呢 AND這個東西 然後AND 一個 這個 減的符號所以減的話呢前後還是要加雙以號所以其實最 容易忽略的就是前後這個雙以號啊你可以先打個勾啦你不要一下子 一定要從頭做到尾你可以先做一部分休息一下 AND什麼呢 重複幾個0所以重複幾個0你可以打一個REPT Repeat幾個0然後呢0的話TESTER 所以這邊記得 只要是TESTER就是文字文字一定要前後加雙以號 重複幾次呢 重複幾次呢 逗點 OK 然後呢根據什麼呢 LEN 就是算幾個字呢 算這邊有幾個字 幫我 用3去減 OK所以特別重要 因為 如果這邊這樣子就兩個0 兩個0就0080 不對 應該是3 減掉 裡面有幾個字 減掉之後的話一個那就補一個0 也就是說呢這裡面一定要剛好三個0就對了你可以打勾看一下OK0就出來了 然後面的話呢在AND什麼呢AND 這個G4把它蓋過來 OK然後打個勾 然後 再來就是 這個007嘛 所以其實最快方法就是AND符號 到後面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後面之後的話 再把這邊G4 改成H4 G4 改H4 應該沒應該有印象OK 那特別注意喔 當然這看起來沒什麼 不過如果未來考試 可能就考你這個請你把它全部做過一遍而且要完全正確 把它打個勾 就我剛剛講的除了要會之外 還要熟練 OK 然後另外的話呢除了熟練之外 另外就是說你要找更好的方法 比如說像這邊還要下一堆公式 所以後面呢我們會教各位寫程式 寫程式意思說 你根本連這些呢 都完全不需要輸入 直接有一個按鈕 按下它 這件事情全部做完了 但目前這個按鈕還不存在 這個就是我們要教各位的VBA 那也就如果以後你工作裡面 都可以把它做的按鈕 按下去 你的事情就搞定了 真的很多人會寫程式跟不會寫程式 在辦公室裡面 真的地位就不一樣 感覺好像那個你的專業度也不一樣 特別注意 我覺得學校真的做了一件蠻好的事情 真的讓你們提早 這是要 已經又要進的錢 又比別人快了10年 因為以後的話其實 程式撰寫已經成為未來趨勢了 以後 中學生現在中學已經必修了 可能以後小學生都會寫程式 你不要覺得不可思議 其實這已經是必然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好 那再來的話 第一個 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上個禮拜講的 但是呢 這個方法其實不 不夠OK 其實如果說你要完成這件事情的話 你請你把綜合練習這邊 這個工作表 請你再複製一個 那怎麼複製比較快 特別注意 你可以拖拉 拖拉綜合練習 對不對 然後按Ctrl鍵 Ctrl鍵按住 再加拖拉 拖拉到右邊 他會有個加號出現 按Ctrl鍵就是表示複製的意思 拖拉加Ctrl鍵呢 就是複製喔 那請你把這個 複製的這個叫做 呃 瓜糊後面加TEXT Enter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待會 這個原來的 這個是希望 可以用更簡單的函數 來解決問題 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TST 那TST呢 要怎麼做 特別注意喔 TST 其實我可以把 剛剛的這一串 先delete掉 先打個勾 或恢復到哪裡 到減這裡 那如果說你要用TST的話 其實相對 那個 REPT加有的 會簡單很多 怎麼說呢 如果我說我今天希望把 某一個 某一個資料 假設說我把它變三碼的話 其實在Excel裡面最簡單方式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儲存個格式的話呢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它會跳出一個清單 那你可以跟他講說 我裡面就是要三個字 他預設是兩個字 那我要前面如果沒有三個字補零的話 你可以利用 制定的方法 它有規則 制定的話呢 你可以把裡面三個字又三個零 一二三 你會把零八四出來 按確定 OK 零八四 也就是說你如果說假設 把這邊都全選起來 Ctrl Shift向右向下 這邊全選的話 那 你也可以按右鍵 剛剛講 儲存個格式 制定一下 如果要三個字又三個零 一二三 按確定 你會把全部都三碼了 對不對 但是呢 特別注意喔 你雖然 剛剛按右鍵儲存格式的話 裡面 表面上看到是零八四 但實際上 儲存在裡面的話呢 其實還是八四 剛剛那個只是表面上 幫你做格式而已 表面上喔 他實際上裡面根本沒動 所以呢 未來說如果你表面上跟裡面 都要動的話 就要靠一個函數 叫 TEXT 這個TEXT呢 其實主要用意 把你原來表面上看到的 變成實際上 也就是說你要把它變成零八四 就透過 這個TES 他就自動幫你把它變零八四 做法上面我們來看 這個概念大概是這樣喔 那我剛剛主要是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制定裡面有沒有 就是零零零就可以了 那我要等一下呢要怎麼樣可以 剛好 可以利用 TES來做 剛剛的事情 那而且會變得 比較簡單 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 開啟上個禮拜的範例 第二個的話 按Ctrl鍵拖拉 把這邊改成TES 另外試試看喔 把這邊 格式按右鍵喔 格式化 這邊改成零零零 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 如何利用那個TES函數 再更簡單的把剛剛的事情給完成 這個當然我會需要用到那個 如果你對TES不熟喔 其實你可以在旁邊先練習 那怎麼練習啊 比如說你空一欄好了 再追一欄喔 這個地方它裡面是84 所以你如果 現在把它用個等號 等於 再等於 等於他 那他帶過來資料的話 他會零84 不過你可以 假設來預設的格式 假如你把它改為通用的話 他還是84 如果你要真的變成那個 就是格式化成三碼的話 那你可以 第一個 這邊請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插入函數的話 找到那個類別裡面的話 是文字類的 特別注意他因為是TES在文字類的這個函數類別裡面 OK跟那個 上個禮拜我們練習的類別是一樣 那他因為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你找到T開頭的 在這裡 TES 特別注意喔 他如果說呢要幾個 幾個 相關的參數 他會在下面顯示出來 所以他會跟你要兩個資料 一個是Value 就是裡面的值 你要給他什麼 一個是Format TES 那Format TES 實際上 就指的是我們剛剛按右鍵 儲存的格式在制定裡面輸000 其實你把000這三個字 放在Format TES 他就幫你把 什麼 將 數字 轉換為文字喔 也就是說他裡面原來是84 你可以把它真正變成084 那做法上面的話 第一個我們按確定 先取消一下 我先把這邊 再恢復回來好了 這樣會看起來 比較清楚 或者的話 這個是表面上把它恢復成原來綠色的 通用 他裡面呢又恢復回來 其實他根本沒變 他只是表面上變而已 如果說你今天要真的 把它變成084的話 你可以 透過一個函數叫 TEXT T開頭的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跟你問兩個問題啦 所以以後 這個使用函數 你慢慢有個那個 那個 那個互動的那個feel 他會問你問題 你給他正確答案 他就會給你正確的結果 你要慢慢養成那種 那種TEMPO吧 不知道 如果你這個OK的話 以後你說真的 哪一個函數 即便你沒有用過 你也可以很快的把結果做正確喔 那你會發現做起事啊 就非常有成就感 也真的耶 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而且人家 像我現在 工作上面遇到所有問題 幾乎都可以用以所有解決 那感覺是非常 非常棒的一種感覺 因為基本上都可以很快的做完 如果你不會你就土法鏈鋼 土法鏈鋼的結果就是你一整天都在做 Ctrl C C 或者做 手動嘛 萬一就自動自己手動補鈴嘛 如果你要自動 手動補鈴的話 那不得了了 我講過這個資料其實是 某電信公司他們客服人員每天都要做的 都是幾萬筆資料 因為現在 電信資料 每一個 電信公司都幾百萬的 客戶 你不可能說用人工來處理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他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 你給我你的value 所以你就跟他講說 我的value在這裡 在這個趨勢的儲存格 他會把84帶過來 OK所以基本上你就指向他 他就會去這邊幫你把這個裡面的資料帶過來到這裡 84 OK 再來的話呢 他會問你說 我要幫你把他轉換成數字 數字 沒錯 幫你轉成文字 可是你要告訴我他要怎麼樣轉的 規則 這個formin test 格式化的規則 規則告訴他一下 那記得如果是有test的話 我剛剛講過一定要前後加雙引號 所以你就把那個規則 補在這裡 剛剛我跟各位講 3個0 所以其實這邊的規則就是 如果看到test 一定是雙引號 移到中間 那規則就是3個0 OK你會發現呢 這個是 數字 84 這個是規則 格式化成文字的規則就是3個0 意思說我以後是3 所以他結果會告訴你 他幫你把他做完了結果就帶到這邊來了 OK所以你可能要以後要慢慢 注意一下這個細節問題 如果 看一下旁邊啦如果旁邊都OK沒有紅字的話那恭喜你 你應該 這個部分一定是正確的 那可能比較容易出錯我遇到同學遇到最常遇的錯誤就是說忘了加什麼 這個雙引號 好像因為以前你們比較少接觸這些工具啦 所以做這些概念好像比較欠缺 所以有慢慢可能要注意一下細節我想你應該會做得蠻流暢的 然後另外有些細節如果實在記不起來的話我建議你就帶個筆記本吧還是把它稍微抄一下 或者說你如果實在記不起來你可以拿手機來拍也沒關係啦 也有反正就是 千萬不要相信你的記憶力啊因為你暫時記得起來不見得你考試的時候也會記得起來 當然我很希望說你們如果期中考期末考都能夠拿到高分 如果你要拿高分很簡單就把這個列索就OK了 其實真的不難 如果你是學會的話 我跟各位講以後你中語系的一次有能力 絕對不會輸給外系的 OK 我當然希望說以後會不會培養幾個中語系裡面也可以 出現那個寫程式的高水 你們學長姐裡面也有人 畢業之後從事的是 這個軟體相關的工程 的行業 確定之後的話 特別說 確定 你會把你把他撕出來了 當然如果你向右填滿的話因為他會 再向右抓到這個 因為向右的話呢他自動會把 G4改成H4 向右是 前面的藍號會增加 向下的話是列號增加 前面是藍嘛 後面是列嘛 所以他會自動抓到 所以你會發現 這樣子好像就已經 完成我們要的 只是說 那我要怎麼樣 把這兩個概念呢 放到這裡面來 其實很簡單嘛 就是後面AND 把剛剛的動作再做一遍 或者把這個公司貼過來 可以啦 那我們再做一遍 不過我這邊是直接輸入好了 test 前刮弧 value 就是他 逗點 format test format test 雙引號 000 後雙引號 然後後刮弧 OK有前刮弧 就會有後刮弧 打個勾 看一下 084 那007怎麼做很簡單嘛 跟剛剛一樣嘛 複製 貼到後面 把這個G4 改成H4 打個勾 大功告成 向下填滿 這樣也OK了 OK所以基本上你會發現兩個比較一下 這個很長一串 R.E.P.T.L.E.N 也對 test也對 但是如果以 工作上來看 當然用test好像感覺相對的 你的工資也比較簡短 也比較直覺 相對也比較不容易出錯啦 OK 所以兩個部分的話 先試做看看 我剛剛是 先了解一下test函數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要開始來寫一些更厲害的 什麼更厲害的 按鈕 按下這個清楚 這邊就不見了 按下這個按鈕 就全部又出現了 OK如果以後你是個客戶人員你下班前就把他按一下就好 你就可以下班了 OK 所以很多 很多人 如果懂了一些寫程式的方法的話 上班蠻愉快的 有沒有 就交給你老闆 我要下班了 你老闆也不會阻止你 真的嗎你確定嗎我給你這麼多工作你怎麼還可以做得出來 可以做得完 想說會不會要熬夜到半夜 想說給你工作這麼多 奇怪你怎麼還可以 其實真的有些時候專業素養 專業能力 跟效率絕對是有 非常密切的關係 因為我看到太多人其實真的沒有偷懶 很辛苦很累 但是方法卻是錯誤的 所以你說吧 OK以後如果你要 我就覺得 你乾脆學一點程式嘛 感覺這個感覺就不一樣了 整個level完全提升了好幾個等級 OK那老闆如果要付你薪水的時候也會付得很乾脆 對這個 員工太值得了 如果你可以甚至可以把公司部門 其他人通通 交會或者甚至把他們的需求都把它搞定的話 那整個公司的效率不得了了 哇 簡直是 那你這公司有沒有前途 當然絕對有非常大的前途 OK所以 這個概念很重要 每個老闆 像我外面上課就這樣 他們願意花錢 為什麼 因為整個員工的 都會了嘛 對不對 那以後效率怎麼不提高 每個人都會用對的方法 而不是說慢慢在那邊 很辛苦的做事情然後又不能早下班 何苦呢 OK 所以 有的時候 對的方法做一次就好了 不對的方法你做100次也是不會對 所以有些時候 真的 有人說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 有些東西真的是每天都在 吵來吵去 沒有一個對 找對的人就對了 你找錯的人 他根本完全沒有專業素養 不懂的人你每天都在講一些 像網路上我看到很多那個鄉民 完全不了解可以發言 不是也不能說他不能犯 那你不能夠給人家錯誤的 誤導 你不能說Google到的東西 就把它當正確的知識 Google到的結果 90%是錯誤的 你怎麼可以拿來當成是對的東西 OK 那你又沒有專業素養你沒有辦法辨識 哪個是對哪個是錯 那最後的結果是什麼你以為你都知道 其實你根本被誤導了 網路上假新聞多少你知不知道 90% 90以上其實都是假的 但你沒有辨識能力嗎 你以為你都以為你都知道 其實你都是被 牽著鼻子走 OK 但是知道的人 就會知道這個是置入性行銷 這個是假新聞 其實我一看有時候網路新聞每天播你以為每天的新聞都是都是新聞嗎不是 其實現在新聞他要做廣告 所以很多置入 一看就知道這是置入的 他其實做廣告 要跟業主收錢 你也看完 對這個東西 為什麼他會去排隊 其實有的時候是因為 他其實在做廣告 OK 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那個 TES的部分 這部分 先試一下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用 按鈕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